20世纪大战后为了稳定社会恢复发展国民经济 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 英国进行了规划改革和福利国家建设 法国进行了从第四共和国向第五共和国的转变 实施了规划和现代化 德国积极实施社会市场经济政策 意大利完成了民主改造和经济复苏 背后国家建立了福利国家 英国政局的变化 保守党和共党在二战之后已经开始 四五年七月举行的大选出人意料 暂时向有名望的丘吉尔保守党 遭到惨败 共党394期对保守党211期 绝对优势组成了以共党爱德利为首的共党政府 共党选举来生 共党的获送具有深刻的历史缘由 暂时联合内阁中的保守党多负责对外军事